大家好 我是吴老师 现在刚好傅贤在家 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来完转英语 我今天要针对人教版小学英语教科书的一些错误句子提供一些意见 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我们直接走到下一章 我今天要找的是哪个句子呢 就是人教版小学英语6上Unit 2 Page 12 一句非常离谱的句子 那叫做Don't go at the red light 注意一下 这是个错误句子 重要句子 我讲三面 Don't go at the red light incorrect 不对的 incorrect 怎么个不对呢 这个事情是有个起因的 这个是我现在刚好在湖北某个山区小学支教 但是我也没有负责教这个正式在当英语老师 我当个口语老师 那刚好是有一个组长 我跟他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小心憋到看到有个句子 在课本上看到这个句子 然后呢我跟他提 他不置可否 那我就想憋一口气呢 我把这个事情 我把它走到底 证明 这个问题 是应该要值得大家重视的 这是错误句子呢 这两天我也上网去看了 哇 这个是整个是铺天盖地的 包括外教 外教不晓得哪里来的 也在支持这样的讲法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用这一句 还出了考题 考出要填上戒气词 就是don't go at 还出了in on at 或是什么off 但是他就是 正确答案说是要at 但这是错误的 我先来讲一下我的方法论 我是用什么方法来检验这一句是错的 我们来看下一章 我的检验方式呢很简单 透过这四个方式 第一个透过语料库检索比对 包括有Uglish Corpus Uglish是油管的 把油管的句子做个整理的 Corpus 这是一般的语料库 你们大家都可以找到的 Qodb呢 这个应该是quote database 的一个compound word 把它合并的字 quote就是那个电影对白的资料库 database quote databank 资料库里面的 就是电影对白的资料库 quote quodb lingo lingo是台湾清华大学搞的一个 全文的英语检索库 lingo 它有个yam yam 这个是美剧的 所有美剧的 对白的 可以在这边检索 engram是谷歌的 三千台湾 是本地的 透过这些 语料库呢 我来 包括整句的来检索 或是局部的 比如说 dong go at the red light at the red light 整句的检索 或是用 像比方说 在课本第17页的 一样的这本的 六上的 人教版的 go at the green light 来检索 都没有 go at the red light 没有 完全没有 找不到这样同样的句子 然后我第二个方法 咨询AI网站 一样 我会把这句打上去 我问他 does this sound natural 那个答案都是 都说 基本答案就是 grammatically correct 语法是对的 但是 it's a bit awkward 有点别扭 这句话有点别扭 unnatural 不自然 不地道 另外一个就是 lade 这个不要念loud 还是lord 我姑且先念loud 这个也是一个AI的人工智能网站 你也可以来搜寻 第三个 咨询答疑网站 我会利用quora 它就类似我们这里的知乎网站 它是真人跟你回答的 真人都是 美国各大院校或全世界 那个 native speaker 你可以自己来挑 你准备要问谁 你问某些大咖 他们都会很热心的帮你来服务的 等下我今天找到一个 是 这次就有个ESL的一个老师 也来跟我回答 English as the Second Language 在ESL教书的 很多很多大拿大咖 都会来跟你回答你的问题的 所以 这个可参考度非常高 权威性也很高的 第四个呢 当然就是自己动手来查 查一些online dictionary 我们有朗文 龙门 剑桥 Cambridge 大英百科 Britannica Oxford Collins 我强烈建议 Britannica 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 大英百科 一个字典 你们可以去多多利用这个 这个是不错的 好了 我这个检验方式 所谓内行看门道 我提供这是非常专业的 你们就可以来 起码提升的70% 相信我等下说的 是不是正确的 我 我给你们这些方法 我真是每一条每一条的 每个位置 每个地方都去查过的 整个工作量非常大的 那个我们 所谓上穷必落下黄泉 我是尽责尽分的力求正确 我来证明一下 这个文教版的这个大并句 到底错误在哪里 我们来看 接着看下一章 首先呢 Goat基本上是一个 非正式的短词语 这里我打错一个字 这短词语 叫做Phrasal Verb 这里有写 Phrasal Verb Phrasal Verb 这个Phrasal Verb 它这个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攻击 一个是开始开工 开动 其实就是一个开干 我就把它合并起来 就是一二 就非常像我们中文的开干 这个攻击 比方说这个例句 The two dogs went at each other The two dogs went at each other 这两条狗刚刚开干起来了 互相开干 Each other互相 第二个是 to do something or start to do something with a lot of energy Mary went at the task with great enthusiasm 玛丽呢 鸡血满满的 开始干你这个活了 when at 开始干 开干这个活了 the task OK 注意 go at 我们这句不是 don't go at 注意一下这个句子 原句是 don't go at the red light 很容易就把 go at 可以把它并起来 这就是一个固定搭配 会容易怎么样呢 产生奇异 产生 让人家困惑的地方 我们来看下一张 我们来听听 native speaker 是咋说的 我在query上 已经有三个贴子 告诉我了 don't go at the red light 它的本意 让外国人 让native speaker 识觉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 非常搞笑 你听一下 以下的解释 不要攻击 那个红绿灯 不要干 那个红绿灯 红灯 号制 不要往它干 懂不懂 你们再看一下 这个原文的 我解释给大家 don't go at the red light Is this an unnatural English? 这是 你看一下 是Alex Wu问的 就是我 你看 answer requested by Alex Wu 这是我英文名字 我在那边希望 要求能得到一些回答 就有个Jonathan Jonathan Landen Jonathan Landen 他来跟我讲 他是一个牧师 他是一个牧师 他应该44岁了 直接说的 这是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 这是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 语法是对的 没有说这句是不对的 但是 but it sounds awkward 但是非常别扭 非常别扭 也就是说 基本没有人会用的 and it doesn't mean what you think it means 而且根本不是你所认定的意思 我们基本上会认定什么意思呢 他也是应该知道 叫做别闯红灯 这意思呢 不是别闯 也不是叫人家别闯红灯 你看 don't go at a red light means something like don't attack the red light 这句话就是 别攻击那个红灯 红灯耗子 别想要去run into a red light 或者是别想撞向那个红灯 我们用冲撞run into 冲撞他 攻击他 go at 就这个意思 这是错的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张 另外一个人的解释 听第二个 native speaker他的解释 下一张 第二个帖子呢 他服务更好 他把牛津试典 go at 也告诉我了 他说 I think what you mean is don't go on the red light 应该用什么 don't go on the red light 是相对比较natural 比较地道的英语 你看一下 借词从at 变成到on 也就是 do not cross the traffic line stop stop line whilst the line is red 当这个 当这个灯号是红色的时候呢 你得要停下来 不要横穿 横穿这个交通号字 横穿这个湿路口 what you actually said is do not attack the traffic line 这个是一个古字 whilst it is red 等一下 我得猜一下 这个字不要给大家念错了 可以立刻更正 give me a moment 这个挺爱拽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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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念错 whilst whilst what you actually said is do not take the traffic line whilst it is red 就是不要 你看一下 跟上一篇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叫做我看一下 叫啥名字 跟上面的Jonathan呢 一直是一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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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的这个 这个外国的朋友呢 他一样提供的是 跟上一篇是相同的意见 然后呢 他顺便告诉我 don't go on a red line 是比较好一点的 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比较人家听得懂的 你看 go at的一样的 他这个曲是 牛津词典的 你看全微信很够吧 Attack someone Energically tackle something 充满的活力的 来处理某件事情 Energically Energically tackle something go at 就有这两个意思 看不错 大家都学了个 go at 一个phrase of verb 我们再看下一张 整个的核心点呢 就是当 这个人叫 原始的作者 他在编这个时候呢 我 我真的 我真的 非常怀疑 他的 他的英语程度 我估计是 不论 应该是 北京 某地 一个研究生 希望 如果他能看到 我这个时候自己站出来 其实人叫板有多方的错误 我在2010年 14年前 就已经提供 他把table跟desk 分不清楚的 还有 on the weekend at the weekend 反正英式美式 但这个人叫板的确 错误 非常高 希望 经由我这里 登高一呼 希望 有智者 我们一起来帮助小朋友解决 也帮助 这里的英语 英语老师 尤其是小学英语老师 他们也许程度没那么高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花的时间 在一个字一个字的 用放大镜在检查 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 但可能时间上也不允许 我们一起来加入这个原地 来帮助小朋友们 在一开始把英语给学好 或是在 让 这里的小学英语老师 一开始就学对了 也不要是交错了 你看像这种 本来从教科书都是错的 那一路还去考 那你看这个 这个人叫板 最少二十年以上的一个发行呢 发行的时间呢 它影响量非常广 非常大的 这里的核心点就是这个介词 on跟at 没有搞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on the red light 强调是在灯号 在红色时候 on强调是灯号 那at呢 强调是场所地方 一个place 也就是 在红灯号处 才叫做at the red light on the red light 比方说一般来讲呢 在实际上 在美国会看到 no you turn on red 把the跟light会省略 在红灯的时候呢 静止回转 回转 在红灯的时候 no you turn on red 那个the跟light 实际你们可以再去看一下 我这里没有放上一张图 所以大家知道 on the light跟at the red light的差别在哪里了 所以我再讲一遍 因为它讲的是场所 我们回到本 这个课本的原句 don't go at the red light 为什么不通呢 它词语就是 别去 在那个 红灯处 别去 在那个红灯处 这个是一个 去呢 这是一个 瞬间动词 go 别启动 别发动 第一个它又没有方向性 所以这句话完全不通的 在一个绿灯处 在绿灯处的时候呢 别去 别去哪里也没说 或是别 go at 面向这个red light 还有那个go at 又刚好又碰上 这个原来是一个固定搭配词 别攻击 别攻击那个绿灯 红灯 红灯柱子 对不对 红灯耗子 别攻击它 别干它 这是太尴尬了 所以 比较好改 on the red light 或是on red don't go on red don't go on the red light 这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 第 最后一章的结论 这结论呢 我们不只是指出 应该怎么改 应该是哪里 那个是错的 don't go at the red light 是错误的 我还教你 我们建议 这个人教板 应该如何改才是正确的 第一点 你可以最 改成这个呢 是百分之百就没有错误了 don't cross on a red light don't cross on the red light 对了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课本在12页是 the red light 后面17页 又变成go at a green light 所以a跟the 这里有个知识点 希望老师们也要记住 a是没有特定的 的是指特定的 a就是一般的红灯 我们在这里讲 don't cross 为什么用cross呢 cross是横穿马路 这是指特指人 人 人 横穿马路 你不可能 车子是从这一街 开到那一街去的 从这个curve 从这个side walk 到对面的side walk去 从这个人行道到那边的人行道 车不可能上的 这就为什么第三个呢 一般来讲 你这样 像在这张课本上 爸爸带着女儿 领着女儿过街的时候 你讲第三 也许人家听得懂 但实际他不会更正你 因为don't go through a red light 或是the red light 这是指车子 车子不要穿过这个红灯 就跟don't run the red light 一样 我们在网上很多老师会说 别奔跑 把don't run the red light don't run a red light 用成给行人的 告诫行人 不要闯红灯 这是不对的 其实告诫驾驶人 告诫司机 告诫开车的人 不要闯红灯 才用don't go through don't run the red light 一样 或是第二点呢 你可以用stop at a red light stop at a red light 也可以 我们在这个人教版 他第十七页一样 又用成正确的 他用stop and wait at the red light 其实他那个redundancy 就是stop at a red light 或是wait at a red light 就可以了 stop应该就停下来等一下了 那个也是个redundancy 就是个冗词 那又是一个小错误了 他这里就有用 我们用反向 反向来告诫 这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很标准的 实际都可以查询到的 我是怎么查到的 我从各个 不是只有查那个文字 有没有 外国人没有说过 我也查 是不是在某个 包括情景当中 他都有画面的 然后用这样的对白 所以相信我 百分百是不会错的 OK 我们再讲一遍 建议一跟二 课本人教版 最好改成一跟二 第三呢 你这么说 是可以的 部分人可以通的 但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是 don't go through the red light 主要是指建议车子 但是我们都知道 生活当中 开车是比较多的 第三我也帮你付出一下 好我们看最后一页 要做终结了 那个今天我跟大家说到这里呢 然后呢 现在因为还是新年期间 我 顺便给大家拜个年 拜个晚年 祝大家农年大吉 然后也欢迎 全国小学院老师和我交朋友 如果需要任何协助 英语课本上的疑难杂症 请直接与我私信 我非常乐意帮忙 我的微信号在这里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OK 拜拜